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一新的互动 蘑菇真的是全员都助攻他们二人 张一新真的是眼里耳里都是杨子 蓬蓬说杨的智商好高 张一新只听到了杨子二字 蓬蓬和黄老师都要叫喷了 张一新真的是够了 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大家都是看破不说破的表现 张一新可能都不知道 自己眼里只有杨子吧 真的是被填到 杨子的蘑菇生活要结束了 大家也是非常的不舍 李旦和陈赫接棒杨子 作为蘑菇的第三批客人 杨子一直不走 就想等着看看奥特曼 结果来的却是陈赫和李旦 他们二人还打扮成奥特曼的样子 真的是被他们俩叫死了 二人一来到蘑菇就要干活 蘑菇还准备了手册 真的是太大意了 杨子离开后 张一新再次变得沉默寡言 和新来的嘉宾也没有任何互动 开动脑筋给拖拉机做支架 结果何老师发生分歧 到底最后能不能拖很多数呢 大家也是很期待了 节目组就是爱搞事情 张一新和村民们大抢购 看着就很欢快 这个项目其实是最适合杨子了 大抢购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节目上线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金海资讯再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